覺得這裡好像有條項鍊 比較不會看起來有胖胖的感覺 因為我沒有所顧 所以看起來像這裡就是胖胖的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冰冰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 是我朋友敲碗面的主題 就是我拍片的動力是什麼 很想趕快分享給你們 我也很期待 我自己私心還想要再分享就是 我為什麼這麼晚才開始拍片 然後因為我現在又是在陽台拍 但是因為外面就是 你知道 可能聽到了嗎 在施工 所以就是 不好意思 如果有噪音 噪音的話 那我先來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這麼晚才開始拍影片 因為我其實一開始 想要真的拍影片的時候 是在大概大學 剛升大學沒多久之後 我就開始想拍了 因為那時候我就是想要 先好好的focus在我大學的生活 然後我如果把我的重心 也放在拍片的話 我就會覺得我好像沒有辦法去balance 我就覺得說 要先去適應一下我的新環境 然後先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好之後 再來開始拍片 不過 說不知 就拖到了大三大四的時候才開始拍 然後就拍得也很少量這樣 但是其實也有一部分原因 是因為我大學的時候 比較忙一點 我的科系是設計嗎 然後 再給我施工試試看 好 再起 吃開 然後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我那時候大學 我很努力的想要趕快 三年半就畢業 三年半畢業的原因 因為我想要出去交換 我那時候是計畫可以去一次日本 然後一次歐洲交換 我就是為了想要三年半畢業 所以我拿課就拿得非常多 但是因為我又很怕說我自己去交換的時候沒有辦法修到學校必修的課程 所以我就先把學校必修的課要趕快修完才能去交換 大學三個暑假嘛 我三個暑假都有待在學校上課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很忙 沒有什麼時間去真的可以拍片 然後如果有看我之前就是一開始發的那些影片 就可以知道說我在日本交換的時候有拍一點點影片 所以我開始拍影片的時候就是在那個時候開始拍的 當然也有一部分是因為我懶嘛 就是因為那時候真的太忙了 然後一有休息的時間就很想要趕快陪陪家人啊陪陪朋友啊 或者是自己出去休息旅遊啊 希望可以給自己一個喘息的空間啊 所以才比較晚開始拍影片 這樣算藍嗎 算 還有一點為什麼那麼晚才開始拍影片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很不上像 就是我每次看我的影片我都覺得我好像另外一個人 我覺得是不是看自己都是這樣子的絕大 我真的覺得我是一個極度不上像的人 我覺得如果你自己也是不上像的人 你一定知道我在講什麼 就是我的照片我可能可以拍個100張 我都覺得我長得很不像我 就很像很詭異的人你知道 好我把照片放在這邊給大家比對 你們就知道我躲不上像 就是我可以拍照長這個樣子 但是我又可以長這個樣子 你們就知道我長得真的很奇怪 我的臉真的處處都是死角 我真的是不知道what's wrong你知道嗎 明明就是本人看起來就是端端正正的 明明就沒有很醜 對我覺得我自己本人很醜 仍有自信好不好 我是最近這幾部影片我才發現自己的比較好看一些角度啊 然後要怎麼讓自己變得比較好看 我自己也有就是好奇說是不是真的只有我這樣覺得 然後我就去問我的朋友 他們就說你在鏡頭裡面看起來比較 就是紋路好像看起來比較多 真的本人比較漂亮 謝謝 我真的覺得我只能這樣拍 可能才會比較好看一點 對還有最後一點很多點不好意思 還有一點就是因為我 我以前是一個就是完全不喜歡露面的人物 就如果大家有看我霸凌影片就知道 我是一個還蠻害怕人群的人 所以我以前的那些社交軟體 比如說FB啊或者是IG我全部都是指家認識的人 或者是我IG是直接關私人 我覺得我對人都有點信任上的問題 就是我覺得我有點trust issue 那我拍片的動力呢大概有三個主大原因 那第一個就是我的家人跟朋友都非常非常支持我 我覺得我是一個很幸福的人 我身邊的朋友也好啊家人也好還是另一半也好 他們給我的回饋都是非常非常正面的 有朋友他們都會突然就思緒我 就跟我說我真的很喜歡看你的影片 我都變成你的粉絲了 很期待我的下一部影片 就是我會覺得很好 你們期待我趕快拍的那種感覺 然後不然就說什麼 你在影片裡面真的很漂亮 不用太擔心 然後就覺得我好感動喔 真的是每次講的話我都覺得好溫暖喔 每次在家裡面看到那些 然後默默流眼淚的 對還有一點就是他們會督促我 他們可能就會就說就賴我說 欸你大概兩個禮拜沒有出片喔 要不要要出一下片這樣子 他們就是會幫助我 然後很鼓勵我說這件事情 我覺得幸福非常幸福 人生有幸的遇到他們真的太棒了 第二點我的動力呢就是 覺得自己的心態很重要 很多人現在已經會把就是拍影片這件事情變成一個職業 但是我自己還沒有用這種心態去看待我 拍YouTube的影片 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可以 真的是紀錄我自己的生活 因為我是一個很喜歡看回過去自己的人 然後我以前都沒有什麼在紀錄 我就會覺得說我看回過去的自己 我都不知道我以前是怎麼想的 我以前的想法是什麼 因為人會改變嘛 人很容易就變啦 可能我下一秒我就變了 我就很想要紀錄下自己的每一分每一秒 然後每一個舉動每一個想法 認識到自己 然後也許我可能過了一年兩年 甚至是十年我再回去看 我就會覺得說那時候我自己怎麼那麼 我怎麼會去講這種話 我覺得也可以順便紀錄下一個年代感的感覺 反正就是看自己的優缺點 然後我的想法 隨著年紀會是怎麼樣改變的 我覺得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對 我有時候也會就是想到很遠很遠以後 我就會覺得說 好如果以後我老了過世了之後呢 我也有自己的片段影片 可以回顧我自己的一生 我就覺得好開心喔 然後有一點是因為我自己沒有那麼的 在意數字這件事情 一開始我承認我是有的 就是可能發第一部第二部影片的時候有 我覺得說如果你真的要拍影片的話 就是你可能辭職了一年 然後就是為了要充YouTube做影片這件事情 我覺得可能才要去在意這個數字吧 但是如果你是主要最想要的是 想要記錄自己的生活的話呢 不要讓數字綁著你 不然你真的會沒有動力排下去 因為像我現在已經做了一年了嘛 我的數... 我成長速度就是慢到又不行 就大概一天也不會增加到一個人訂閱 所以我就是放寬心 就是其實我覺得你真的要很正面去吃 就是思考 就算有些人看你的影片不訂閱 那也沒有關係 那現在留下來的這些 願意訂閱我的人 是不是喜歡全方位的我 因為我 不是只是走一個定向嗎 如果喜歡看我的影片的人就會留下來嗎 不喜歡的人就會走 所以我自己是一個還蠻放寬心的心態 來看這件事情 就是數字流程這樣件事情 對 像我自己在拍YouTube影片前 我自己也是做了非常非常多功課 就是包括剪輯啊 音樂啊 然後你要拍怎麼樣的影片才會有人看啊 或者是說 你的頻道如果要成長的話 需要做什麼樣的調整之類的 我很多是看阿滴的影片啦 阿滴的影片就是還蠻幫助到我的 那像我一開始 我自己也是有想過要衝頻道的 但是後來我發了一兩部片三部片之後 我都發現只是單單做一個主題 好像不是我想要的 他有一些給的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希望你的頻道可以成長比較快速的話呢 你的影片一定要有一個主題 你不能什麼都想要拍 像我現在就是什麼都拍嘛 所以成長的速度當然是很慢 我自己預測得到的 大部分就是你要找一個主題 比如說你的主題就是旅遊 你的主題就是教英文 你的主題可能就是美國留學生活之類的 這樣子你的頻道可能才會成長 因為你就可以去抓到一部分的觀眾群是 對這一類事情有興趣的 那他們就可能會訂閱我拍影片 我是想要記錄我的生活 那當你在沒有很有名的時候 誰想要看你的日常生活啊 所以我自己都會調整心態 我自己也會知道說 就是這種影片本來就是 你的朋友跟家人會看得開心 或者是你自己會看得開心 少數的觀眾群會覺得開心而已 如果你要開始拍YouTube 你要確認你自己的心態是什麼 才會比較有動力去做下去 講一講又離題 那最後一個就是我的動力呢 就是因為我現在做了一年嘛 雖然也不是真的有很多人在看我 但是還是有一些固定會看我影片的人 然後就會跑來IG跟我私訊說 就是覺得看我的影片啊 很開心 然後希望我可以繼續拍下去 然後我就覺得啊 心裡又再度被感動 對 被家人被朋友感動 然後又再被你們感動 你知道 要讓我感動多好吃 對 然後我就會覺得啊 好開心喔 讓你們看到我的影片 讓你們覺得很開心 我也很開心 那我就會更有動力想要做下去 他這個成語怎麼講 素不相熟 後來的時候我覺得中文真的很爛 但是我英文沒有好好買去喔 我真的是 素媚平生 素媚平生嗎 是我們素媚平生的 然後你願意給我鼓勵 我就已經覺得很感激了 所以希望你們可以繼續看下去 但是如果你們可能看到厭凡了 我有哪一部分突然讓你們覺得不喜歡啊 不像原本的我的話呢 其實也沒有關係 就是你知道人都是會變的嘛 沒有特別的說我一定要 真的希望所有人都喜歡我 希望所有看我的影片的人都會訂閱我 對了但是我有一些朋友他們也會跟我說 就是想拍影片但是沒有時間 但是我覺得說 真的是沒有算你們的意思喔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說 如果你今天真的很想要拍Youtube影片 或者是你今天真的很想要當Youtuber 你再怎麼樣沒時間 都有時間可以擠得出來 因為沒有人要你說一個禮拜就出一步 沒有你可以一開始就先 就一個月一步 可能就比較不會這麼的花時間 然後你再慢慢慢慢的覺得說 欸做得真的好像有興趣 然後有人開始看你影片了 你那個時候就會更有動力了我覺得 對因為我知道剪片是一件非常耗時的事情 但是我相信 如果你一天可能擠出個10分鐘剪片也好 那也許你一個月可以剪出一部日常影片呢 也不一定對不對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我希望有幫助到大家 如果你們想要拍影片的話呢 我都會很支持你們 而且但我知道拍影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像我這部影片呢 我們就拍了快要兩個小時吧 累 欸 聞 你看現在這個天氣真的是齁 對那如果你們覺得有幫助的話呢 就讓我可以私訊 我跟我想說 你有幫助到我 那我也會很開心 好那今天分享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 拜拜 拜拜